在山上我們感受到的聲音 或者聽到的聲音 其實它一直在說很多故事 當東西沒有了 你只能靠錄音 我是AK 我是一個環境錄音師 我一直記錄香港大自然不同的聲音 AK是聲音設計師 但在他的空間 他喜歡在這裡 在香港的地區 錄製它的自然的聲音 為什麼我開始記錄這些聲音呢 其實本身我自己很喜歡行山 很喜歡去交野 同時我自己 其實工作上是做聲音有關的事 做聲音設計 做一些 想找一些自然的環境聲 我們很多時候會用到 亞馬遜深陸馬或者外國很多 國家公園的聲音 反正 想用到香港大自然的聲音 很少 所以我就 在找不到的情況下 開始錄 AK AK uploads the recordings to his website where people can download them to use as sound effects but he's also recording the sounds for conservation since the 1960s environmentalists have been recording sounds to study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s it's called soundscape ecology and the idea is to capture those sounds before they disappear because of human development 其實會變的 慢慢我們會聽不到 所以趁我們還有 大家留意一下 或是記憶還是重要 走路 其實都沒有定義 自己要在什麼地方錄 因為我預計不到 我會聽到什麼 所以我主要定一個範圍 可能在這裡走的時候 按這裡有趣 可能我就會停下來 最重要的就是 當我們留意的時候 慢慢就會發現 原來有更多的細節 或者有更多的東西的變化 我覺得 我們進入一個家的公園 其實我們用了五官 我們眼耳口鼻 就是我們感受 好 善聲是你最喜歡的聲音 是 我很喜歡被善聲包圍的感覺 好像突然間 把你的空間拔走 然後塞滿了你的耳朵 平時我上山收集完聲音之後 我就會回來聽一次收集到的 收到什麼 之後會做一些簡單的處理 可能會把低音弄走 之後就會上網頁 上網頁 上網頁就會看到 一個聲音地圖 在哪裏錄音網上放在那裏 其實只需要簡單 鍵下去按Play 它就會有一個Player 你就可以聽到一個簡單的聲音 我最享受的過程 一定是上山去找聲的過程 我都說 其實你有時間 你不用聽我的東西 你上山聽一下 那些東西還在的時候 我用被聲音包圍的感覺 一定是上山 親意去感受最好 其實錄音只不過是 聆聽的一個過程 有一句說話就是 A sound recorder is a tool to learn to listen with our recorder 即是 我們其實透過一支咪 我們透過錄音機去錄音 只不過是它幫助我們 去學會怎樣聽 很多時候自然的不同的細節 我們都會過累 當我們開始去聽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意想不到的東西 我們在說話 有一個名字 如果是因為有一個沒有的 我們應該會做一個 可以讓我們來看 就是一個個性 我們直接採用 我們會用到的 我們應該會用到 我們應該會用到 你們的問題 我們應該會用到